在娱乐圈里有一些演员,观众只记得他们在戏里的名字,却不知道他们的这名字,这就叫做戏里人红。 今天就来说一位这样的人,他的名字叫做毕燕君。 说起这个名字,肯定有很多人连听都没有听过,但是,大家多多少少肯定都看过他出演的电视剧。 他被称为父亲专业户,演了很多角色,是明星大王的父亲,所扮演的父亲以慈祥和爱为主,而且,他还是林妹妹陈小薛的伯乐和第一任丈夫。 说起他演的电视剧,有一部非常有名,就是《大宅门》。 毕燕君老师在《大宅门》里扮演七年白锦旗的父亲白二爷,虽然戏份不是特别的多,但是相信大家一定对白二爷有很深刻的印象。 其实,毕燕君老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就活跃在荧幕上了,虽然演的很多都是配角,但合作的明星,大多数是明星大腕。 毕燕君老师在演艺圈里执出了明的人缘好,与他合作过的人都对他的人,品和演技在不绝口。 按说,平他的人脉和演技,发财成名的机会太多了,但是毕老师把这些看得很淡,干到绿叶,为人和爱低调,实属难得。 毕燕君共有过两段婚姻,第一月妻子就是八七半《红楼梦》,钟林黛玉的扮演者陈小旭,他还是陈小旭的伯乐。 1987年毕燕君,陈小旭两人临持了结婚证,并一起在北京奋斗,但是后来,由于两个人都忙于事业,据少离多,逐渐产生了隔阁,最终二人和平分手。 毕燕君第二任妻子是一名设计师,两个人育有意思,儿子在艺术方面也很有天赋,现在家庭美满幸福。 像毕燕君老师这样不追逐名利,敌调做人的演员,如今屈指可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